欢迎收看本周国际和周周观察 我是张允熙 今天加入我们的是惠云 欢迎惠云 嗨允熙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先来关心在这个俄罗斯的部分 他们现在居然是在波兰碰壁了 主要是因为波兰 关闭了一间属于这个俄罗斯大使馆的学校 是让俄罗斯的外交官还有军人 派出在当地的小朋友可以去念的 那为什么关闭呢 这个就要来问惠云了 好没错 因为这个波兰这一方 他们认为这间学校应该关闭的原因 是因为说他们认为这间学校的主权 事实上是属于波兰使用 他们认为俄罗斯是长年来的非法占用的 所以他们现在呢 波兰的法院是裁定说 这间学校应该要被收回来 不应该再提供给俄罗斯的外交官 还有军人的子女来就读 但听起来很奇怪 就像是这个美国学校被关掉 或者是日桥学校被关掉是一样的 对 而且其实这应该是长年下来他们都在这里使用 但是就在去年那个俄乌开战之后 就开始变成说这间学校也爆发一个主权纠纷 这种概念 所以就变成说这个问题 事实上他们已经吵了一年多 就是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在继续两方是在争执的 所以现在那个俄罗斯我们看到这位是他们的女战狼 外交部的发言人 所以就会说他们一定会寄出非常严厉的措施来报复波兰 因为除了这所在华沙的学校被关以外 其实俄罗斯驻华沙的大使馆 还有这个商务代表处 他们的账户也是被冻结了 对 所以基本上这个波兰似乎是要跟俄罗斯对干的感觉 没错就是两国彻底的杠上了 因为现在波兰挺 乌克兰也是挺得非常的不遗余力 他们的军援都非常的给力 对 那另外在乌克兰的部分 乌克兰就要来看了 在这个乌尔之战 俄罗斯方面现在是传出说 他们要严格的来要求说 他们的阿兵哥不能做出一些 像听说以前这个乌尔开战的时候 如果还没打得那么火热的时候 俄罗斯有一些阿兵哥他不愿意被征召 然后他们在这个驻地有些战场上 其实指挥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现在是严格要求 如果你不配合的话甚至会被关起来 好没有错 这是传出在去年的秋天 也就是乌克兰开始进行所谓的大反攻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开始 他们的俄军的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 就开始祭出一些非常铁腕 而且说是非常老旧古老的手段来去压制 比如说应该是说管理这些俄罗斯的士兵 因为俄罗斯之前一直是爆出说军纪低落士气低落 那现在他会管理什么样的行为呢 像比方说如果你酗酒 还有就是说有人想要提前结束 他和军中的合约 他不想要打了他想要回家 这些都是不行的 所以这些都被惩罚 那之前呢可能会觉得说 因为这一阵战争也不知道要持续多久 那之前是征召你来 就是只要有兵上战场就好的那种状况的话呢 对于你这种行为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有的时候可以偷偷放你回家探亲一下 然后再回来 但是现在这些都不行了 好那除了这个在这个战场上 军队管得比较严以外 听说就是俄罗斯面对这乌克兰的春季大反国 他们正前换将 原本这个后勤的最高级将领 是俄罗斯的国防部的副部长 现在呢是换成这个俄罗斯国家禁卫军的总司令 正前换将是不是也蛮忌讳的 的确这是一个大忌那当然呢 不过可以看到就是俄罗斯既然有这样子的换将 就代表说是不是我们可以联想到跟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内斗 或者是说对还有瓦格纳 因为瓦格纳也是杠上了俄罗斯的国防部 所以就其实是跟感觉是跟俄罗斯内部的权力派系的内斗会比较相关 OK那最新的这个乌俄的报导呢 我们就要来看喔大家一直在想说乌克兰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春季大反攻啊 现在似乎是有一些端倪啦 因为乌克兰呢包括他们攻击克里米亚的一个燃油库 另外呢包括俄罗斯将领的盾内刺客喔 现在乌军呢也有开始一些攻击 而俄罗斯方面则是有发这个18枚飞弹的反击 就在消防员背后不远处烈焰火光浓烟冲上天际 近距离看火势猛烈根本难以靠近 俄罗斯占领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上的赛凡堡 燃料库全面燃烧 远看还能看到燃料库的上空窜出了小型的殉状云 将近四万吨的燃油都被烧个精光 为什么会起火 俄罗斯指派的赛凡堡傀儡市长称 是遭到不明无人机袭击 消防队拼命洒水 好几个小时后才把火势控制住 巧的是同样在乌东盾内刺客的俄罗斯占领区 一辆客运小巴烧得焦黑只剩下车架 俄罗斯称造成至少七死都要算在乌克兰头上 地上都还能看到炮弹弹壳 这几天在盾内刺客的二战区 有卖场外的汽车被炸得焦黑 商场剥离破碎 民宅倒塌 城市内看到黑烟四起攻击平传 有民宅被轰出一个大弹坑 俄军宣称现场找到的弹壳 明显就是乌克兰所为 从南部的港口城赛凡堡 到东部前线战区接连发生不明攻击 是否真是乌克兰所做的 乌军不承认也不否认 但是有军事专家分析 这很有可能就是反攻预告 当然这也更激怒俄罗斯 就在乌克兰当地时间 5月1号凌晨2点半左右 基辅再度防空警报大作 夜空中还看见疑似是防空系统 追踪飞弹的不明红色光点 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发射了18枚飞弹 他们拦截了15枚 但传出位于地涅伯罗巴夫 洛格勒市的一处弹药库被击中 俄罗斯刻意加大对非前线地区的攻击 普清还一边对国内信心喊话 普清要全国拼经济 扩大对拉美及非洲地区的贸易出口 而和欧美的交锋不止在俄乌 就连在叙利亚上空都传出美俄两国军机差点正面冲突 面对美国的指控 人在印度拼军事外交的俄罗斯防长肖伊古反控是美国挑衅 眼见G7领袖会议即将召开 俄罗斯积极拉拢印度 而美国盟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到了埃及还不忘批评俄罗斯 看起来双方都在非美联盟互挖墙叫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法国的部分他们遇到的难题是 监狱人满为患到底有多满呢 他们4月1号的数字是说他们现在收容了73080名 所以他们说现在的容纳量是120% 换成只有20%都是多的 所以说其实法国他们其实一直有在想办法要提高 就是他们的收容的人数 盖新的监狱吗 对所以就要扩增这个空间 你看其实他们原本马克宏就打算说他竞选连任的时候 政见提到2027年要增加1.5万人的监狱空间 改善现有的拥挤环境 但是这个进度是非常严重的落后 现在连2022年底要完成7000人额外收容空间的工程 还没有完工 2022都已经过了 对已经过了很久了 然后他的连任政见又是要扩增监狱 现在想来是有点跳票 那其实这也不是法国现在才有的问题 因为之前法国因为监狱人满为患的关系 甚至欧洲人权法院在2020年初的时候 就说这个监狱过度拥挤 他们需要陪这个受刑人 对而且他们的警告是说这样的状况超收 然后导致说受刑人在里面受到的待遇 只会逐越的恶化 就是说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囚犯要进去 因为在新的监狱盖好之前恐怕只会挤上加挤 对没错 所以他们就是担心会上这个受刑人人权 又遭到迫害 那德国的部分呢 德国是跟这个比较好的消息 我觉得因为德国他们是说啊 从这个宾市 这个名牌车 他们观察到说包括通膨啊 还有这个能源的波动都已经趋缓了 所以呢他们认为说 像是这个商用车 9人坐的部分 全年的猜测呢 是从9%到11%上修到12%到14% 感觉全球的经济是露出一个曙光了 没有错 而且我们看到呢 就是现在随着各地解封 其实有发现各国原本那种大型的车展 好像又回归实体举办了 所以就看到我觉得是一个实际上看到人来了 那种买气就会觉得比较上来的感觉 对 而且他其实是主要呢 这个猜测为什么可以上修的原因 就是看好中国大陆还有美国 市场的需求回升 而且他的第一季财报已经不错了 55亿欧元 那他商用车 还有一般车辆的营收都有显著的提升 而且预期呢 就像雨昕刚刚说的 在通膨减缓跟能源波动的缓和之下 所以他们的获利还有可能可以再上升 不过呢 整体来说 对于欧洲的买气的需求 他们认为还是比较偏疲弱的 这当然是相较于中国大陆和美国来说了 好 另外一个我们来看 同样是带动经济的呢 就是英王查尔斯三世 他的加冕仪式 很多人想说加冕仪式 应该只有英国人关注吧 但其实不是这样 很多外国人 特别是王世民 这个时候都已经准备想要飞到英国去了 不只是 也许你没有办法就是挤在前面看 或者是在这个队伍上面 来迎接这个马车经过 但周边商品 你还是可以飞去英国去买 然后去体验一下现场的气氛的 而且像现在这样子的王室上机 其实过去在女王的白惊喜还有其实等等重大的王室仪式 其实都会带动英国本身比方说观光旅游 还有就是最直接一个就是买气庆祝 因为他们会放假 放假大家都会想说啊去餐厅吃个饭啊 然后看一下仪式啊 大家享受一下那个气氛 所以对于英国来说他们应该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期待的吧 对没错 因为啊他们是这个6号有加冕仪式嘛 然后7号的时候有这个音乐会 8号已经礼拜一了 全国都放假一天 显然是个三联休了 没错就是一个三天假期的开始 对避免你前两天参加加冕仪式太累了 虽然你没有去现场 但你可能会看电视啊之类的 那听说这个国王的马车要途径的地方 已经开始有人在排队了 这么早就开始排队了 对他们已经开始卡位了 好热闹哦 没错包括这个彩排呢 其实4月30号提早一个礼拜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加冕大典进入最后倒数 英国皇家空军飞机和直升机 在空军基地上空进行空中分裂彩排 加冕仪式当天 30架飞机将会在伦敦摆金汉宫 进行6分钟空中分裂 查尔斯在母亲女王伊利沙白二世过世后 随即继承王位 成为英国和其他14个大英国协王国成员的君主 但他在5月6号才会正式加冕 英国上下五不如火如荼 准备迎接这个盛大的仪式 英国儿童合唱团也进行最后彩排 温莎乐高乐园也为加冕里特别创作两个新场景 乐高版的国王和王后卡米拉戴上王冠 站在白金汉宫阳台 周边还有数百个迷你粉丝包围 另外一个场景则是预定加冕隔天 在温莎城堡举行的音乐会 乐高版的音乐会 国王和王后坐在皇家宝祥观赏 现场也有迷你版的维尔斯亲王 威廉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们 加冕里相关展出将持续到11月 而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 则是为王后卡米拉制作的新蜡像 穿上她去年底在白金汉宫年度外交晚宴上 穿的蓝色礼服 佩戴复制已故女王的比利时蓝宝石冠冕和项链 身上也披皇家蓝寿袋和加德勋章 手上则戴着订婚和结婚戒指 英国热门观光景点伦敦演 则是要让游客体验当王或王后的滋味 在摩天轮的观景座舱内 坐在复制的加冕椅上 戴上王冠拿着权杖 在高空中感受一下君临天下 随着加冕里脚步近了 伦敦旅游业者也纷纷推出 加冕主题套装行程 希望抢搭这波热潮 去年英国观光客2970万人次 仍比2019年少了近三分之一 不过女王即位70年的白金汐庆祝 为伦敦额外吸客260万人 查尔斯的加冕里预期也会产生类似效应 国王查尔斯夫妇 26号前往利物铺 参观2023欧洲歌唱大赛场馆 去年的亚军英国将代表冠军乌克兰 举办今年的比赛 不过参访沿途 现场再次听到 不是我的国王的抗议声 王位等了近74年的查尔斯 表现淡定 百年温莎王朝到底要如何 在现代世界生存 不止英国国内有反王室声音 远在加勒比海的前英国殖民地 亚买加 对国王加冕更是无感 甚至计划要脱离大英国协王国 1962年就已经独立的亚买加 仍隶属大英国协王国 国家元首也依旧是英国君主 去年亚买加总理 告诉到访的威廉王子 亚买加要走向独立共和政体 今年3月宣布成立宪法改革委员会 将一步步摆脱君主制 请订阅综合报道 好 我们刚刚在新闻里面有看到 查尔斯他的所到之处 现在也是充满着很多人抗议 认为说他不应该继续当王下去 因为主要还是反对王室 那这群人反君主制的组织 叫做共和国 他们现在还打算在登机当天 要发动一千人都穿黄衫 黄色的衣服出去抗议 让这个马车经过的时候就看得到他们 对 而且还要喊着不是我的国王 就是认为查尔斯三是不应该成为 这个国家的虚伪元首 对 因为他们主要还是反对君主制 他们认为说君主制会陷入一个大麻烦 包括现在看到的在支持度 还有关注程度都是减少的 那过去大家认为说其实女王 他一定程度是维持这个英国人 对于君主制的一个赞同 那毕竟女王过世了嘛 所以大家都在看说查尔斯 是不是有办法延续 那很多人就认为说查尔斯没办法 对 因为就是权威 还有说过去的丑闻事件 多少少人家就觉得还说 你作为国王好像有点不够格 不能说施格 但是就是好像没有到这么完美 所以就是说他们会批评说 现在英国王室里面已经少了那个明星球员 之前的明星球员就是女王 对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明星球员了 你还需要继续下去吗 这是他们反对的主要声音 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民调 这是英国国家社会中心研究的民调 事实上呢从你看从去年到今年 这个变化还蛮大的 因为对君主制的支持度 从38降到29 然后认为应该废除君主制的人 从35增加到45% 所以已经增加了10个百分点 就在一年内的时间 而且这个29其实它是1983年以来最低 就是他们调查了 你看1983年到现在是40年了 40年来最低的时候 所以他们认为说查尔斯三世 它恐怕是受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过也是有专家认为说 可能不用那么悲观 因为像刚刚我们提到了 很多观光客会在这个都特别来英国 那英国人也会因为这种大型的庆典 可能对于君主制的热衷有稍微回升一些 所以他们认为说可能会提升一些正面的观感 但专家来点出一点 他说其实长者对于这个君主制是比较认同的 他说55岁以上的支持君主制的是42% 但是18到34岁只有12% 所以如果说也许我想这个查尔斯三世 他不会遇到 但他儿子可能会遇到 对所以就变成他们要维持一个王室的声量 所以变成说你不只要跟这些长者 你比较不太需要国他们的支持度 但是年轻一辈 你可能需要跟他们同感 跟他们产生共鸣 让大家支持你 然后让这个英国的王室才有办法继续延续下去 对那很多人喜欢王室 就是有一个部分就喜欢这种很高级 对不对 然后很尊荣 或者是大家就是感觉是不可能碰得到的这个形象 今天就来讲卡蜜拉 她登上皇后的宝座 那她在加冕仪式上 她会带一个皇冠 那这个皇冠很特别是长这个样子 她其实并不是新做的 她说为了要维持一些可持续性还有效率 所以她选择是18世纪以来首次是重复使用的这个皇冠 那这个皇冠上面有一个很争议的地方 就是那颗钻石 光之山宝石 因为这个宝石你看105.6克 是数千年前印度开采最大切割钻之一 但是就是过去的殖民色彩 让这颗钻石饱受争议 所以现在王室要移除这个光之山宝石 改用女王胸针的三颗酷丽男钻石来重新给她放上去 所以到时候大家就可以期待她重新放了一颗钻石 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而且不只是这个钻石要换 她说这个造型其实也会稍微的更改一下 像这个我们看到她有这个桥式的这个造型 她可能会拆掉一些 原来王冠是可以这样子改的 我第一次知道 她双手板就是可以拆卸的 交由专人来改吧 对所以她已经从这个 我们知道她会在这个伦敦塔 他们这个收藏这个珠宝的地方 已经把移出来在改造当中 好OK 但是呢其他还有引发争议的还包括了 像是铁木耳红宝石项链 还有绿宝石腰带 都是因为过去的历史争议 所以呢这些王室收藏的珠宝呢 也变成被人家好像挑出来 特别的批评了一下 对就等于说 这个大家开开心心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还是在看历史上 有哪些有争议的地方 那再来呢同样要回到这个加冕当天 当天到底会有多少人呢 她说其实已经比女王当时加冕少很多了 但还是有两千位啊 真的是蛮多的 对已经缩水了四分之一了吧 因为之前好像是八千位至少 对那她为了要展现亲民的形象啊 包括说她会请这个社区志愿的代表 一起来管理这样 好对而且刚刚允熙有问到说 这个她的孙子乔治小王子 有什么任务呢 她会当荣誉四骑士 要负责是提国王的长袍入西米寺 对那我觉得就是这个荣誉四骑士 除了这个国王有哦 王后也有了 对 王后卡密娜呢 也同样找来她的孙子 不过这个孙子基本上 是跟国王没有血缘关系的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她有三个这个孙子孙女呢 也会一起来当这个四骑士的其中三个成员 好再来呢就是很多人关注说哈利会不会去哈利会去啊 那大家很早就知道说梅根不会去啦 因为是这个雅气的生日 所以雅气跟妈妈一起待在美国 另外呢同样这个争议满点的就是安德鲁王子啦 安德鲁王子也会去 但也是一个人去 对所以这两位都是单独出席的 那各国阵要有谁来看一下吗 克宏夫妻还有德国总理萧姿 美国是由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代替拜登出席 但是拜登已经亲自打电话给X23世了 那么另外呢加冕游行也预估单程就有2.1公里 为皇家骑兵护卫陪同抵达西米寺 那么来宾的部分可以看到呢 有谁凯蒂佩瑞还有阿汤哥 还有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维尼熊 他们都会去 维尼熊也会去 对因为维尼熊是说她致敬那个柏林顿熊 就是女王之前跟柏林顿熊 所以会有邀请到维尼熊 但听起来很敏感啦 所以这个大陆国家主席不会去 对好 然后还有另外那个大陆钢琴加朗朗 也会去啦 对对对 好那重点呢 这个音乐会其实在隔天 就是5月7号 5月8号的时候 他们刚刚有提到 他们会放假一天啦 也是来庆祝 接着呢 我们就要进入法国的主题 不过在这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 法国目前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来看这一则报道 5月1号这一天 巴黎街头有如战场 几名冲突大混战 示威者丢职烟火 警察的身上还起火燃烧 四处纵火也难以消除 心中的怒火 法国八大工会串联 全国八十万民众上街头 光是巴黎就聚集了十一万人 比以往的五一公斗活动 多了七倍 号称史上最大规模的 劳动节示威 总共逮捕三百人 即便争议的年改法案 总统马克宏早就签字生效 民怨却越错越勇 全是因为反对党号召公投 似乎出现翻盘的曙光 只不过法国公投门槛并不低 不仅需要国会议员五分之一联署提案 还得在九个月内收集到 五百万份的民众联署 这条反年改抗争之路 恐怕还很漫长 提议比较沉重不到 好 法国的反年改示威 已经持续很久了 好几个月了 对 好几个月 基本上它这个法案 在4月14号的时候 已经正式生效 这个法案生效之前 大家知道说 基本上马克宏 他就走个强度观山的方式 现在其实它已经生效了 但是反年改团体 他们并没有放弃 甚至他们把眼光放远 他现在是说奥运的时候 恐怕政府要寄取教训 没错 他们现在是拿 可以说是拿奥运来威胁 因为大家在网路上串联的口号 就是说 如果你不撤销就没有奥运 所以他们现在就说 事实上不撤反案就干扰巴黎奥运 或者是说要用奥运工地来罢工 封锁比赛场地等等的 你看到这个hashtag已经出现了 那么还有反映奥运协会成员说 奥运瞬间能够影响 成为施压的政治目标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跳出来认为说 毕竟奥运是个全球的大事 他四年才一次 虽然说国内有一些反对的声浪 但好像不应该来恶搞奥运 包括像是巴黎的体育部长 他就说 他认为伤害赛事就是伤害运动员 那一向反年改里头 走比较温和立场的工会 第一大工会 他也认为说 不应该这样威胁奥运 所以接下来 应该是说 反对年改的这一股气 能不能一路延续到夏天 还是大家到明年夏天 还是大家要来看的 而且其实现在马克宏 他也知道说 这个反年改的声浪 非常的严重跟强大 然后可能还会有后续的发酵 那他现在说 如果我们养成撒谎 或是否认现实的习惯 勒庞会成为动荡中的最大赢家 勒庞就是他的对手 也是他手下败将 但是一直都是 现在在野非常强力的反对声音 对他是在23号受访的时候讲的 我是蛮好奇的政治人物 跳出来讲这样子的话 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我一想到好处就是 反正他不用争取连任了 对那其实勒庞 这个人的争议也蛮多的 因为他其实过去会被他称为女版川普 对就是因为他是右翼 然后有一些言论比较极端 但是如果说现在会不会变成一个 感觉像是一个政治上的话题 已经开始在吵这种政治口水了 对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当时啊 大家不一定喜欢马克宏但大家可能是不喜欢勒庞 所以才投给马克宏的 那现在马克宏这样讲就等于是说啊 你恐怕是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不坚定投我这边的话 就会变他 对就会变他 有点这种就像你刚刚说的 在搞这个人选上的斗争 类似这样的概念 会是政党上的 对那另外再来看呢 同样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了 就是说法国啊他有个部长呢 他居然去拍了这个花花公子杂志 那主要还是有一个争议比较大 是外界认为说他会不会是要转移这个年改的焦点啊 好像是把自己跳出来当这个炮回的感觉 对之前有人说 而且但是我有看到一个说法是说 他在年改时中 然后这个花花公子的杂志曝光 反而是很不配合他们自己政党下来的行动 OK 对然后认为是说 好像是增加了一个负面的声量 就是等于是火上交友的概念 对啦大概是这种猪队友的类概念 但基本上他是说他是为了女权 因为他一直是这个很support女权的嘛 他说他是为了女权 所以才出来拍这一系列的照片 那他也认为说 大家对他的批评啊 恐怕只是为了要批评他而讲的 对但是呢 现在还是很多人觉得他 就是说他出来拍 反而让自己贴上一个物化女性的标签 所以就是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毕竟这个时候时机点很敏感 对所以这个操作也是让人家觉得看不太懂 对那另外一个呢 同样是这个八卦话题 我也是看不太懂哦 因为呢 他说英超有一个大球星啊 他居然是被俩包说 他有一个情妇 这个情妇还是单亲妈妈 那媒体曝光的原因呢 就是说他给这个单亲妈妈封口费 说是由律师出面啊 有2万英镑的封口费 那为什么会有人出来爆料呢 原来他是说他认为呢 这个球团呢 是以保密协议为由来欺压弱势女性 所以他看不下去 他出来爆料 但这整则新闻啊 基本上求情是谁也没点出来啊 单亲妈妈是谁也没点出来 感觉也是个物理看花啦 对而且球会会介入谈判这种事情 我也觉得蛮意外的 会通常会有球会来介入 因为毕竟这个如果不是很大 他很大他的球星哦 恐怕合约到了就放他走了吧 对 所以目前为止 现在这个报导就是禁止于此 对 以上呢就是本周的欧洲观察 我是张允熙 我是彭慧云 谢谢大家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